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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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分组是农业交易跟观光 最主要五年来我们跟杭州西湖的交流 能够透过这样子继续不断的论坛 彼此两地可以增加更密切的往来 所以这是我们活着比较深度化的一种契机 日外探柴西娥夷为支媒娥以后 相方就通过这个论坛 每年进行变化的交流和经验分享 当时在观光、散役和文化典各方面密切合同 当年来所提供的成果 不但相方都非常均定 也因为对两地发展担任的效益 这几年来通过这个论坛 或者以这个论坛为平台 我们推动了两地 经济、文化、教育、人员来往、农业等等 各方面的交流 我相信以后可能这个领域还会越来越扩大 今天论坛中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洪酒超乡业者和南导管農会 正式遵守农山品采工协议 透过这个协议 南导管生产的农山加工品 正式在西欧洪酒超乡就此消息 第一坛就是汽车水温 第一坛的东西就是他们那边 都有160几个白点 都要买我们的东西 这次用的好水 第二坛就是 跟我们南导管的生鲜 生鲜和蔬果 都可以配合 管農会表示 第一坛中小翁航酒的农山品 以加工産品为主 厚少将逐步推动生鲜农山品销奥带料 因为可以提供销售店最多看 以及可以对南导管生鲜的 幼稚农山品销售 带来很大的帮助 接着王家乡彩虹报道 朝鲜在日本